大家好,欢迎来到表书坎世界 今天是12月3号礼拜天 又到了周日问答这个栏目 那么今天呢,我选了两个观众朋友们的来函 第一个问题呢,是走线还可行吗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来美国需要多少钱 这个两个问题啊,我首先来回答这个走线还可行吗 大家可能都非常的清楚 走线实际上就是说好听就是偷渡 这种偷渡呢,实际上呢,就是非法越境 怎么说都可以 但是这个走线这个词啊,来自于国内 说的比较婉转一点 这种方式入境美国实际上啊,是美国人非常的反感的啊 那么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啊 这个从中国过来的这种所谓的走线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呢,有这个扶老邪药的啊 但大多数人都还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单身的 如果在美国比较留意这个推特的话啊 有很多人认为啊,这些所谓的比较年轻的人 他们会不会是中国军队派来的第五纵队啊 当然了,这种说法恐怕有点啊,过于极端 但是你可以从美国很多人的一些推特上啊 特别是针对中国人走线的这个推特上来看 他们是非常反感的啊,非常的反感 啊 那么说到走线还可行吗? 其实走线的人就从来没有 断过啊,可能去年是一个高峰期啊 那么今年呢,相对人要少一点啊 但是还是源源不断的,有从中国过来的人啊 实际上上个礼拜就有一篇报道啊 就是说在靠近圣地雅各的这个啊,就是南加州了 那一带这个沙漠里有一有一些中国人啊 在那边休息,可能被啊一些记者啊 去采访啊,问他们啊,为什么来 其中有一位老兄还能够说英文啊 说为什么来来美国,怎么样怎么样啊 所以呢,这个走线呢啊 这个走线呢啊,就是说啊,来的人还是挺多 但是呢,据我所了解啊,很多想经过土耳其 去俄瓜多尔或者想飞墨西哥的啊 他们在这个外国航空公司啊,这个登机的时候啊 有的人会被盘问啊 因为啊,这个航空公司啊啊 他可能也预料到这些中国人去那边 可能啊,是要这个入境美国啊,非法入境美国啊 所以很多这个航空公司呢啊,也比较谨慎啊 啊,我是不赞成啊,利用这种方式入境的啊 大家可以,还是可以去申请 这个旅游签照啊,其实没有必要啊 走这条路,为什么呢?因为很危险啊,还是很危险 这一路上啊,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黑警啊 对吧,还有一些帮派分子啊,甚至一些毒贩啊,等等啊 在一路上都在刁难这些人 所以并不是那么轻松啊,也那么容易 特别是呢,这个啊,你入境以后啊,申请所谓的庇护到最终 啊,你能不能够啊,或者批准啊,这条都非常的难说啊 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来美国究竟需要多少钱啊 啊,这个问题问的非常的笼统啊 啊,但是呢,我想大家可能都还是很好奇啊 啊,如果要来美国的话,究竟要准备贷多少啊 啊,首先呢,如果你是要贷现金超过一万的话 一万美金的话就必须要申报啊 啊,当然了,在入境的时候啊,是要申报的 当然中国应该是有一个规定就是 应该是不能贷超过五千美金啊 那么在美国呢,入境的时候呢,啊 一万美金以下是不要申报的 那么一万美金以上是需要申报啊 啊,那么来美国究竟需要多少钱? 首先啊,这个机票我就不啊,不聊了啊 因为机票按照季节啊,还要按照你这个 是买经济舱还是商务舱还是怎么样啊 它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机票钱就除掉了 啊,那么在美国主要是花的 啊,花钱的地方在哪呢? 首先啊,如果你是要准备住酒店的话 其实美国有很多的这个比较便宜的商务酒店啊 啊,如果咱们不要说比较低档次的这个 啊,卡车司机们啊,所谓卡车司机们住的那种 汽球旅馆的话呢,那么小型的商务酒店 比如说像这个,啊,Comfort Inn啊,Quality Inn啊,啊 啊,这种啊,都是美国大型的连锁连锁的啊 啊,都是比较便宜的啊,可能也就在一百美金之下啊 当然去纽约就不一样了啊,大多数地方都在一百美金之下 如果你要想住稍微贵一点的,比如说希尔顿品牌的 下面有这个,啊,最普遍的一个叫Hampton Inn啊,很多地方都有啊 这都是属于小型的商务酒店啊,都要一百多美金啊,一百三十一百四十美金 大城市稍微会贵一点啊,那么也就是说你光住你要考虑到 比如说你来美国多少天啊,那么你要住便宜点的商务酒店的话 啊,也就是在,啊,通常啊,在这个两百美金之下 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房价都还是要额外加税的啊 一加税,他又涨了不少了啊,百分之十啊,百分之十一啊,之类的啊 那么如果你说,OK,我来美国是准备长期待着的啊,长期待着呢 啊,你可以去住民宿,对吧,啊,看你还要去哪些地方啊,如果华人多的地方 你可以去住华人多的民宿可能稍微便宜一点啊,如果你要是想,啊,还是住酒店 那么在美国有这种,啊,常住型的这种酒店啊,你可以按礼拜甚至按月来住的啊 比如说,一个比较大的品牌叫做Extended America 啊,这个呢,也是个连锁的啊,但是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啊,恐怕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啊 那么相对来讲,因为他是按月住的,或是按礼拜住的啊 啊,他就会平均下来,他这个每一天的这个房租就会便宜一些啊 如果你是要想去找美国人的那种公寓啊,他通常不会租给你啊,特别是说你想住啊,一个月两个月就是很难租的啊,很难租 那么除了这个住的以外啊,那么还有就是吃啊,其实在美国吃相对来讲,华人众多的地方,像南加州啊,纽约啊,吃相对来讲还会比较便宜一点啊 啊,如果你要是说,呃,呃,华人地方比较少的啊,华人少的这个地方呢,啊,这个就不会有那么的便宜啊 啊,现在你看我们出去吃那个美食快餐,对吧,随便吃个午餐,就只要,就是要15块钱左右了啊,所以大家你想一想啊,早餐,对不对 你可以,呃,比如说,啊,不吃了啊,因为比如说我早上起的晚,对吧,但是你午餐和晚餐要吃啊,如果你午餐是十几块钱,因为你一个人嘛,对吧 啊,所以大多数的快餐,美食快餐,甚至啊,像这个中式快餐啊,那么也就十几块钱啊,15块钱左右 如果是晚餐,对吧,哎,那差不多 也是这个,啊,稍微贵点,可能二十多块钱,啊,二十多块钱,因为在美国啊,这个菜单啊,它除了这个这个快餐以外啊,你要到一般的餐厅的话呢,它中午就要有一个叫做launch special啊,就相对便宜一点啊,十块钱啊,十一二块钱啊,之类的啊,再加上碎什么的,十五块钱 如果是晚餐,啊,可能是同样的菜,但是它分量会大一些,所以呢,它就会贵一些啊,一个人吃的话,也就是二十二十块钱,所以你一天要准备个五十块钱的啊,餐饮费用,对吧,你可能还要买一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水啊,之类的啊,所以一天有五十块钱的餐饮费用 那你想想,酒店一百五,对吧,啊,算便宜一点啊,啊,当然了,啊,你要是想真的,真的是图便宜的,还有更便宜的啊,酒店还有更便宜的啊,比如说,像Motel,啊,Motel,啊,Motel 6啊,啊,还有超8啊,啊,超级这个,这个,汽车旅馆8啊,之类的啊,这Super 8,啊,超8,啊,这些就会稍微便宜一点啊,啊,那么加起来,也就是说, 平均下来一天吧,要两百块美金吧,啊,这个呢,还不算交通,对吧,就是要看你去哪些地方,啊,大城市它有这种轻轨,对吧,你看像芝加哥呀,纽约呀,就是所谓轻轨地铁,啊,我从来没做过,啊,做过一两次吧,但是我觉得不安全,啊,所以都不会去做这些东西,啊,那你要是考虑到说为了自己方便,对吧,自己行动方便,你要租车,那么租车多少钱呢,对吧,租车,你拿中国的驾照, 在美国是可以租车的啊,但是呢,你可能要买保险,啊,其实租车这个行业啊,它挣钱真正挣的是,挣的保险钱,啊,因为那个很多 保险实际上,它不会出事,啊,但是每个人都去买那个保险,所以它就,基本上呢,啊,它拿的那个回用啊,啊,很高的,啊,它从那个保险公司拿回用很高的,啊, 所以呢,作为外国人来美国的话呢,一定要买那个保险,啊,买保险,那么如果你租一个普通的,啊,比如说双门的,或是四门的,这种韩国或者日本的,这种,啊,小车的话,啊,小,小卧车的话,啊,它是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的,三十几块钱一天,啊,可能都有保险,啊,三十几块钱一天,啊, 但是如果你时间长的话,你可以长时间租,啊,它是有折扣的,比如说你要住一个月,对吧,它就会有折扣,啊,那么如果你说我要是住更豪华一点的,中型号的车,为了安全,甚至是我要住这个SUV,那么这个呢,价格就会贵了,啊,啊,可能会超过,比如说你住一个比较大的这个SUV,啊,那可能,加上保险的话,每一天, 啊,可能都有一百块钱了,啊,所以呢,通常像我出赛旅行的话呢,啊,我喜欢小一点的车,第一它省油,啊,第二呢,通常呢,我不会跑到特别,啊,远的地方,啊,只是周围,周边,活动方便,啊,所以不是跑这个长途,所以住一个比较小的车,哪个便宜,住哪一个,啊,而且美国的租车行啊,通常都在这个飞机场,啊,附近,啊,所以呢,下了飞机以后,你就, 啊,可以找到这些住车行的这些搬车,直接去这些公司,啊,当然了,你也可以提前在网上预定,啊,那么你有足够的时间,来比较这个价格,啊,所以呢,吃住行,啊,基本上就, 你就可以有一个大概的,啊,一个预算了,对吧,这个住不到两百,对吧,吃,啊,反正一个人的话呢,就是每天差不多五十块钱,啊,如果你说想吃点好的,啊,说实在,你要想真的吃好的,吃个牛排,吃那么一顿,也就,也要花三十多块钱,是吧, 所以就,这个吃啊,你可以灵活把握,对吧,包括这个酒店,啊,住哪里,你也可以灵活把握,啊,那你想,如果你住 一百五十,再加五十,就是两百了,对不对,然后再加上这个租车,那么你每天,只要,要是有上这个两百五十美金, 你为什么呢,因为你还要加油呢,对吧,要看你在什么地方,对不对,如果你要是在洛杉矶这一带加油,非常很贵,啊,汽油很贵,六块多美金一加轮,啊,你把那小车加满的话呢,可能会需要个十加轮左右,啊,当然了,那一加轮它就能跑很远,啊,小车的话,它的好处就在这省油,啊,那么第二呢,啊,就是说什么呢,啊,如果你要是在我们这种乡下,啊, 油就便宜多了,啊,今天我们这的油价是三块两毛几,要,要比洛杉矶那边差不多,要便宜百分之五十,啊,所以呢,如果是到我们这边来的话呢,你这个费用又能够减到很多,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个,啊,吃,住,行的主要费用,那么其他的费用,你可能要考虑到的就是来美国,这无论你是要多长,啊,比如说你是来半个月,或者是, 啊,啊,半年,啊,你可能都会要考虑到是不是要买一个这种反客的保险,啊,所谓的反客保险就是通常是来美国短期的,啊,旅游或者是商务活动,等等,你可能需要买个医疗保险,万一出事,对不对,美国的医疗费用是很高的,啊,所以这个呢,是可以考虑的,啊,那么,这个呢,可以去找专门的这个旅行保险公司,啊,去询问,啊, 啊,通常也不会太贵,好,这个呢,就是主要的大概的一个费用,啊,大家就根据这个费用,可以评估一下自己来美国要待多久,去哪里,啊,相对来讲,东西两岸是比较贵的,啊,那么,美国的中部相对来讲,各种费用都比较便宜,好,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啊,欢迎大家写信给我,啊,这个, 我的信箱呢,就在这个视频下面,啊,我们每一个礼拜天,都会选一两个问题来答复,谢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次再见,